电影鱼的与你解忧 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惊异传奇之重复的人生 女主嘉欣患有严重的哮喘 于是父亲决定在郊区买套房给女儿养病 逛了一圈,嘉欣看中了一套破房子 父亲很诧异,问女儿为什么喜欢这里 嘉欣说,我也不清楚 就是感觉这里非常亲切 父亲拗不过女儿,只好买下了这栋脑别墅 女看护雅文也很好奇 那么多心修的别墅不选 非要坚持选这栋 嘉欣笑着说,因为我感觉我住过这里 到了深夜,嘉欣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于是嘉欣起来梳头发 就在这时,嘉欣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女生 女生正在绣花,结果把手给扎破了 就在她转身的一瞬间,嘉欣吓傻了 居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下一秒,嘉欣就被惊醒了 原来做了一个噩梦 第二天插花的时候 嘉欣不小心把手扎破了 怎么那么巧,昨晚的梦也是把手扎破了 接着,男友子浩过来了 看到嘉欣受伤了,子浩非常心疼 让嘉欣下次小心一点 不然董事长会怪我的 就在这时,嘉欣听到了一段悠扬的音乐声 顺着音乐声,嘉欣找到了一本音乐日记本 嘉欣非常惊讶 自己也有这样的音乐日记本 这个日记本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小南的女生 小南在日记里写道,今早刺绣的时候 不小心将手扎破了 还好有保姆及时给我爆炸 接着,男友就过来看我了 看到这里,嘉欣整个人都懵了 这不是自己的人生吗 接着,嘉欣在日记本中找到了小南的照片 和嘉欣长得一模一样 更误一的是,嘉欣的生日和小南是同一天 只不过,他们相差一百年 说到这里,杨文想到了一则 关于百年重复人生的报道 比如林肯和肯迪尼两位总统 他们就有着相似的人生 而且也是相隔一百年 如果百年重复人生是真的话 嘉欣就能通过小南的日记 来剧透自己的人生了 只可惜,小南的日记只写到了22岁 而嘉欣马上就23岁了 这天晚上,嘉欣发现挂钟里放着几张纸 拿出来一瞧,居然是小南的日记 看完这篇日记后,嘉欣整个人不好了 第二天,嘉欣就让父亲待在家里不要出远门 但父亲表示自己要去日本谈生意 见父亲不同意,嘉欣就说 小南的父亲就是在日本撞死的 看到父亲一脸蒙圈 嘉欣就把日记的事情告诉给了父亲 父亲觉得这事太荒唐了 世上怎么会有重复的人生 说完,父亲就让子昊准备好行李 马上出发 就在父亲去日本的第二天 子昊打回电话告诉给嘉欣 父亲车祸去世了 嘉欣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然后就病倒了 子昊从日本赶回来后 每天陪在嘉欣的身边 待嘉欣康复出院后 两人就结婚了 而子昊也继承了邻家的产业 就在这时,子昊接到一个电话 说工厂失火要过去一趟 子昊走后 嘉欣坐在客厅发呆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穿着婚纱的女人 一闪而过 嘉欣急忙追过去 来到一个房间后 那个女人就消失了 而这个房间摆着小男的画像 晚上,嘉欣又被奥梦惊醒了 睡不着的嘉欣再次来到白天那个房间 结果发现小男的画像掉在了地上 就在嘉欣准备挂上去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画像背面写着一排字 悼念爱情小男 享年23岁 看到这排字后 嘉欣感到胸口异常的难 因为嘉欣今天刚好23岁 最后嘉欣哮喘发作 当场死亡 画面一转 看护雅文和子昊正在喝酒庆祝 雅文笑着说 现在您家的财产都是我们的呢 原来这一切都是雅文和子昊精心设计的 当嘉欣认为自己和小兰是重复人生的时候 子昊就想了一个计策 他伪装小兰的笔记写了一篇日记 说小兰的父亲车祸身亡 而嘉欣父亲的车祸 其实是子昊搞得贵 接着 子昊又在小兰的画像背面写上 爱妻小兰 小年23岁 让嘉欣以为这是命中注定 最后活活被吓死 就在雅文进去拿酒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张一百年前的旧报纸 旧报纸上面说 父亲和勾结女看护 害死富家女小兰 雅文非常惊恐 难道百年重复人生是真的 子昊安慰着雅文巧合而已 不要一声一轨了 几天后 子昊又带着雅文回到了这栋别墅 因为嘉欣父亲 生前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现在工厂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而雅文去图书馆 查了一百年前的旧报纸 找到了小男丈夫和女看护的消息 他们本以为可以得到一大笔财产 没想到接到的是一个烂摊子 而后面的报纸图书馆没有收藏 雅文就委托给了闺蜜 雅文担心自己的人生也被重复了 子昊不耐烦的说不要乱讲了 说完子昊给雅文倒了一杯酒 喝完酒 雅文电话响了 是闺蜜打来的 闺蜜说已经找到了后续的报纸 并告诉给了雅文 小男丈夫和女看护最后的下场 听完电话 雅文捂着肚子痛苦的跪在地上 而子昊也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子昊在酒里下了毒 雅文趴在地上告诉给子昊 重复人生是真的 你知道吗 那个女看护就是被小男的丈夫毒死的 而小男的丈夫也会被火 火 没等雅文说完 雅文就断气了 从这一刻开始 子昊终于相信重复人生的命运了 子昊非常害怕 他要远离一切和火有关的东西 子昊准备开车离开 但他又怕小车爆炸 于是子昊打算用步行 走了一会儿后 子昊想抽个烟 但抽烟又用打火机 于是子昊就扔了打火机 就在这时 子昊的脚被轨道夹住了 紧接着火车开了过来 原来雅文想说的是火车 砰了一声 子昊被火车撞死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重复的人生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断重复自己犯过的错误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